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言的大意是在各派的围攻下 习近平挺不住了 统一在二十大后交出最高的领导权 他的交换条件是中央不再追究他上台以来在内政外交上所犯的一系列的错误 军队表示站在中间立场 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 这个消息已经自媒体报告以后 在华语事件以及在国内 人们都在公开或者隐晦的议论这件事情 当然目前这件事情的真伪我们无法去证实 只是在几大门夫的网站的字顶的位置已经撤下了习近平的指示或者是他的头像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这样的传闻 而且美国政府由此产生的奇怪反应 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 今天老猪就同大家一起聊聊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看看你朋友们的想法是否有共同之处 欢迎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朋友们点赞转发我的节目 首先 老猪我是不太相信习近平会在传言中所说的那样 在各派的围攻下所谓残让 习近平上台这十年已经让人们充分的了解到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了皇位可以修改宪法 可以将政治对手打入十八层地狱 可以让九千万的党员人人自威 可以将东方民族香港整成一个石杆 可以公然地冒天下之大不韦 支持俄罗斯去侵略一个主权的国家 面对自然或者是非自然的灾害造成了无数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他不闻不问 郑州大水去西藏 上海瘟疫去海南 宁愿上海每天损失一百个亿 也要坚持封城 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 习近平是坚持哪怕以恶死几千万人为代价 哪怕将中国十四亿人重新带入到一穷二白的社会 也要不惜当皇帝的人 这样的人会交出手中的权利吗 习近平比毛泽东更加深安全力动争的残酷 他会相信他能以放弃权力来换得将来不被秋后算账吗 不说人民群众 就是那些被他关进秦城监狱的薄熙来 申力军等等 那些人一旦被放出来就会剥他的皮 抽他的筋 秋后算账是中共的一贯传统 习近平他怎么能会不知道呢 传言中说军队表示要站立在中命的立场 这就更让人怀疑消息的真实性了 且不说几大战区的主将是他一手提拔的 北京的锦衣卫 东厂 西厂的负责人 都是他的亲信和马仔 中央委员各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的通讯 日程安排和人事走动都被他粘密的监视起来 别说是密谋串联 你就是平常聊天中稍有不当的言论 你们都会时刻担心有一顶妄议中央的帽子 随时给你扣上来 这方面的故事很多 有时间老猪再与朋友们聊聊 总之以习近平的野心 以他的一根筋的性格和他的鼠肚机场 最高权力不可能是和平交接的 那么如果是军事政变 那胜利的一方将会迅速的公开胜利 不可能中南海到现在还是貌似一片风平浪静 当年是怎么搞掉四人帮的 怎么迅速的在各级官员中传达 马上就宣起了全国大批判四人帮罪行的运动 大家都应该还有点印象 5月5日就是昨天 上海市委还召开了扩大会议 传达习近平主持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会议精神 要要求上海全市上下 咬紧牙关咬定目标 一鼓作气 请您如果说这条关于习近平下台的消息是假的 是谣言 那么问题来了 是谁在这个国际国内都处在非常关键敏感的时候 习近平马上就要登基之际放出这种谣言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综合几方面的原因 老朱认为这个谣言是习近平自己 或者是习近平亲自安排 亲自指挥 受益他的亲信放出来的 而绝不可能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 或者那些反习不反党的人编造出来的 因为这样对习近平的连任起不了一点点的阻碍作用 所以习近平本人或者是他的那些死党马仔才有最大的嫌疑 制造这个谣言的目的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4月27号 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评估习近平干预以妨碍法 我们简称的是习近平轴心法 关于这个法案的严重性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讲过了 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 还没有了解的朋友们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习近平以他的幕僚们一定是充分仔细地 分析了这部法案的灾难性的后果 萨达姆、拉登、塔扎菲等独裁者们的下场的画面 肯定是在习近平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原指望普京能够帮一马 但是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两个多月了 普京自己现在也是离菩萨过火 中共干预欧美等国制裁俄罗斯的铁证如山 暗中支持俄罗斯的证据也被欧美所掌握 一旦欧美来真的 习近平是什么样的后果 他应该是深深地知道 你看就连那个金融大鳄索罗斯都公开地表示要吞翻习近平 那索罗斯是什么人 他对美国政界的影响力我就不说了 朋友们都是很清楚的 就在这个单口 习近平玩一招漫天过海 假装放权归赢山里 至少可以拖延到二十大召开之前 不被搞掉 就如同武林小说中说的那样 那种拖刀计 假装打不过 我拖刀就跑 等对手大意的追过来 我反手一刀直取要害 当年的袁世凯 蒋介石不是都玩过这些招数吗 这波你看美国马上就懵逼了 原定于5月5日 布林肯要发表对中国的战略演讲 可能因为这个传言而给推迟了 因为如果习近平真的是下台了 那美国的对华政策就肯定会做出调整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美国要等一等 所以只能用了个奥米克隆阳性的理由来推迟 之前的习近平周刑法 众议院通过 目前要经过参议院的讨论 美国总统老拜登要签字 那么这件事情自然就不是那么的迫切了 所以习近平下课的传言来的是恰到好处 习近平知道中央政治局 省不及以上的大多数人 起码表面上是忠于他的 那下面的官员呢 其他就不说了 就是这几年的防御政策 尤其是暴力清零政策 搞垮了中国的经济 搞得中共的中下级官员 也是怨声载道 贫于奔利 就如同今天的国际大多数上海一样 于是用这招来试试中下局官员们 那些忠诚不绝对的 同时也看看 像周永康流毒啊 伯西来流毒啊 森林军的流毒 在哪些领域还没有完全的整处干净 习近平知道 做事件的领袖不太现实了 国际上搞得没有几个朋友 但做一个像三胖子一样的 关起门来的皇帝 还是蛮不错的 他知道自己没有当年毛泽东的十分之一的民众威望 那中国人会不会在他的皮鞭之下顺从屈服 没把握 所以在全国高压棋林政策整治老百姓之后 他在制造一个谣言 再来测试一下 同时习近平故意用少写一个某字的杭州麻木 来恐吓一下资本的阶层 用媒体人罗长平在微博上说 如果长津湖的冰雕连是沙雕连就判了他七个月罚款八万人 用来警告知识分子们 同时也能为班导李克强等团派做舆论的准备 目前看来洗礼之争已经到了基本是白热化的地点 4月27日政治局刚刚召开会议 宣布今后的主要工作是疫情 以经济齐抓共管 这个会议是由林克强组织召开的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的5月5号 习近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就把防御工作作为今后的首要工作 而且是不是能做到动态清明 也就成了路线斗争 也许我们会看到 不久的将来会有李克强集团 反党反中央的官方消息的出来 作为习近平下课的传言 这次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 首先是由海外的自媒体爆料 而不是像以往中国的大事 都是以海外的主流媒体开始报道的 这中间就肯定暗藏了许多的玄机 习近平只是要传出一些小道的假消息 下架几个网站的头像 这样他就可以达到目的 这样既可以拖延美国的习近平 轴行法的正式生效 同时争取向美国示好的时间 还可以趁机甩掉普京这个猪队友 又可以对各级官员的忠诚度进行考察 并且观察民间老百姓的反应 这个谣言可谓是一箭三雕 当然许多的朋友一定会像老猪一样的想法 不希望习近平就此打住 希望这个总加速师继续的折腾 只将中共折腾到彻底垮台的那一天 这样才是中国人民能够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天 好朋友们 老猪说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每周礼拜二礼拜五 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